NBA新闻有点多 聚精会神 听我说詹姆斯继续向历史发起冲击 他有望成为NBA历史上第三位 在三支球队退役球衣的球员 那前面两位啊 一个是张伯伦 另外一个是马拉维奇 那现在胡人老板已经明确表态了 会退役老瞻的球衣 之前骑士老板也承诺过退役老瞻的球衣 现在呀 唯独就差老瞻在热火穿到六号球衣了 因为全联盟啊 已经永久退役拉塞尔的六号球衣 那这个确实有点难办 但是热火呀 打算退役两个六号 一个是为了纪念拉塞尔 那另一个就是退役老瞻的 那詹姆斯为热火带来两个总冠军 那历史第二人 李英也为退役球衣 那不退役的话呀 那真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我觉得老瞻完全有机会创造历史 利拉德也跟肖华杠上了 昨天肖华刚点名呢 再说指定去热火 那就罚款15万 那今天阿利啊 再次放出了狠话 我只去热火 那这就相当于啊 指责肖华脑门子说 你是个屁啊 那15万罚款呢 阿利根本都看不上 那其实肖华呀 真应该加的点利路 那不然签大合同 然后就指定下家 那签合同啊 那也没啥意义了 其实归人结底啊 还是罚的太轻了 肖华要把规则改成 只要说出指定下家的话 那就让他原地退役 那不然只罚款15万 那跟自罚三倍 也没啥区别了 杜兰特再次谈到了 与格林的冲突 格林当时对杜兰特说了一句 那在你来之前 我们就是总冠军了 那这一句话呀 直接给杜兰特都干蒙圈了 格林能说出这话 那也是一点没拿杜兰特当人 换谁谁也接受不了啊 那自打这之后啊 杜兰特也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 球队每一个人 都想把这个事啊 掩盖起来 那出问题不可怕 就怕没人出来协调啊 这个才是让杜兰特最喊心的 那普尔被打呀 也是没人出来协调解决 那这样的事啊 那总经理主教练 球队老大 那必须得有一个人出来啊 说破才能无睹啊 那不解决的话呀 那迟早都是个定时炸弹 乔丹刚卖完球队 又把自己96年的 二手奔驰车给卖了 最终啊 卖了23美元 据说是一个98年小伙 喜提了这台96年的二手车 那主打的就是一个复古啊 那乔丹卖车 那也不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纪念自己 23号球1 那主要就是这个车呀 那太老了 开开咕咕咕咕咕咕掉下来 不然这23美元啊 我都分齐哪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